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孙俊 回来了 来 过来 四磨成衣出来了呀 出来了 跑得不好 跑了五百八十五 这么高 对 这是我考得最高的一次了 你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呢 我要不问你就不说 不是 妈 同学说这次四磨考试太简单了 不能作数的 你再简单也是看发挥呀 你最近复习得那么认真 妈妈全看在眼里了 太好了 高兴死了 来 妈妈跟你说个事 我跟你爸认真商量了一下 你想考什么学校 想考什么专业 你就去考吧 妈妈再也不拦着你了 妈 这不是在试探我吧 妈妈是想明白了 这高考呢是学生的一次大考 也是家庭的大考 不仅是考验学生 也考验家长 妈妈原来总想着说 在这场考试里头做得更好 完全忽略了你才是主角 这人生终究是你的 妈妈也不可能永远陪着你 对不对 那就按照你的想法来呗 不过我警告你啊 只准考这一次 今年这如果议考不过的话 必须报这个综合类大学 你可不能复读 听见没有 妈 妈 妈你真同意我参加议考 真的假的 真同意了 真同意了 真同意 太高兴了吧 太高兴了 就是心底压制的大事 终于被搬开了 妈妈抱一个抱一个 太高兴了 喂 喂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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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好 我知道了 好的 我马上就到 好的 好的 怎么了 出大事了 季篁县的特大报告语言 可能会影响今天的高考 好 这样 你和思瑶啊 早上出发提前一个小时吧 不 提前一个半小时 早点出门 你这大晚上那下这么大雨 你要去哪儿啊这是 我得去一趟交通管理中心 对了 要是没什么事 就背给我打电话了 我也帮不上你们什么忙 行 我知道 你们要注意安全 提醒私钥 出门的时候 把重要证带好 我走了 我知道 你也得注意安全啊 那雨太大了啊 老秦 你把雨衣带上 我怕不会不要 是不愿意 我怕这个 你不肯定 看两个乍 你不肯定 您好 我是仙教育局的清建国 现在情况怎么样 金河鲜的驾雨量 已经达到了大暴雨季 现在多条河流啊 都是水益盟涨 预计到上午十点 洪空水位将超过一百一十米 到时候现在交通 将完全瘫痪 喂 黄本忠啊 好的好的好的 我马上通知所有老师啊 对对对 第一时间叫他们过去啊 我现在就过学校 对对对 现在就过去 好好好 明白了啊 明白明白 爸 老师啊 这下这么大雨天这么黑 让金主任去吧 我是校长 校长呢早让你退不退 你看现在疫情还没完 又摊上大暴雨了 我说你别发牢骚了好不好 今天是学生的高考 也是我的大考 我得站好这最后的半岗 行 站岗去吧 走了啊 小心啊 关门吧 你慢点 注意安全啊 嗯 老公啊 老公 起来了 老公 那几点啊 下暴雨了 家长群里是好多地方淹了 你赶紧起来吧啊 我去叫博文 博文啊 博文 起来了啊 下雨了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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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公 晓得了晓得了 你赶紧穿衣服 一会儿要送他啊 好好好 博文 锅可乐 老公 快擠 他 你 快 走 小女 快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终于晚上起啊 好 来 爸 本忠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啊 不行啊 我这边地势太低 很快就会被淹掉 这里的水啊都往这边流呢 你那边呢 我这边还行啊 你呀 叫送考生的大八呀 尽快出发吧 越快出发越好 把你们学校的考生啊 尽快送到我们这边来 好的好的好的 我知道了 赵叶 赵叶 好 闻中 爸 还有什么事 你要注意安全 好的 我会的 你也注意安全啊 一定啊 现在雨越下越大 好 好 好 挂了啊 李宗益 是这样 你赶紧叫大八舍出发 好 好 先把学生运过去 好 好 快点 快点 不能这么摆 要给他马停了 马停了啊 来 喂 喂 考卷送到了吗 民兵已经出发了 他们有批划艇 不管用什么样的方法 必须优先保证考卷 准时送达考点 对 对 好 喂 你和四瑶现在就出门 对 对 就现在 要快 请同学们 保持安静 好吗 好 好 各位考生请注意 接到上级通知 上午的雨伦考试 再次推迟一个小时 暂静于上午十一点开考 请各位考生不要慌张 耐心后考 再说一次 上午的雨伦考试 再次推迟一个小时 请各位考生 调整心态 耐心后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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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你的腰 但是你太长时间了 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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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军 爸就一句话 爱考成什么样 就考什么样 千万别给自己压力 好 倒说点 好的 爸 我知道了 等我好消息 好 来 跟爸进口掌 来不及了 我们得走了 好 走 走 走 小军 你不能自己安心 好嘞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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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军 加油 歪歪 同学们 同学们 妈 同学们 同学们 我呢 生于一九五五年 我在你们这个年纪的时候呀 嗯 是没有高考的 直到一九七七年 十月二十一日 人民日报刊登了两篇 恢复高考的报道 这就像是一击纯雷啊 让万千像我这样的青年 激动得彻夜流泪 对 当时我在北大黄当兵 方圆几十里啊 没有一个报名点 是我的连长带着我还有几个战友 徒步赶到了隔壁县城的教育部门报的名 我们没有复习资料 没有完整的教科书 大学的录取率只有百分之四点八八 比现在我们省一本的录取率还要低得多 但我们仍然是饱含着热情啊 参加了考试 我不是标榜自己吃的苦啊 一代的青年有一代的不义 做任何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都不可能轻而易举 对 眼下呢你们是遇到了一些困难 但是你们千万不要气馁 不要放弃 同学们不要气馁 不要放弃 明天踏实口试 你们的背后站着这么多人 让我们一起来度过这个难关 我知道你们有些人啊可能在抱怨 今天自己啊按时赶到了考场 却没能够参加考试 这不公平 但是同学们 任何事情都要讲实际情况 要考虑历史环境 高考不是一场简单的考试 它为国家输送了大量的人才 让我们的民族有了未来 这个世界上 没有绝对完美毫无缺陷的制度 高考 仍然是当下 所有人才选拔方案当中 相对最公平的那个 现在我们面对这场灾情的时候 从上而下 这么些人在为你们忙些什么 我们拼命维护的 到底是什么 还是公平 还是公平 同学们 总有一天你们会知道 公平是最重要的 对于明天的延期考试 在这里呢 我想给金河县的考生们 家长们说一句 请你们不用担心 教育部 考试中心 省考试院 市县各级教育部门 对于明天的延期考试 都非常重视 保证 副题与正题 是同一批名题专家 同一批题型 对于明天的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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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明天的延期